直肠癌案例 切除肛门改道 术后长期服标把药 幸好老父亲与原始点结下服缘 全家商量后决定不动手术 而是用原始点条理 免除癌症治疗的痛苦 出院当天 找到一家原始点中心 条理约20天时 出现咳嗽 影响睡眠与饮食 后续15天不见好转 反驱严重 于是另寻资深原始点 志工协助近20天 日夜咳嗽得到控制 但其他状况未改善 之后我自己在家 给父亲调理了一个月 父亲咳嗽痊愈 但其他状况仍无改善 8月25日 我带父亲前往 某公式公益点调理 公益点志工要求如下 以运动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做半小时养生操 然后爬坡五回 加爬楼梯两层楼五回 共约一小时 午睡后爬坡爬楼梯 各载五回 二 内热源 一日三餐 持温热性饮食 寒凉菜炒煮 会放姜 辣椒 大蒜 每天五十克干姜片熬汤盒 每餐 吃五勺姜粉 三 温敷 每天睡觉用红豆垫 温敷八小时以上 按推前后红豆袋温敷 约一小时 看电视时 做红豆袋或暖贴 贴臀部或头部 四 心态 父亲一生简朴 与世无争 患病后 以积极心态面对 条理前后比对 一 原来大便一直不成形 来三天大便就成形了 到现在都很好 二 自患病起 体重从六十公斤 降到四十四公斤 来一个月后 体重稳定在四十四公斤以上 三 来时腹部 右下有肿块 目前已消失 四 来时明显气虚 精神疲惫 体力差 现已不再气虚 精神饱满 体力提升 走路轻松 说话流畅 父亲有了 令家人惊喜的变化 他放下了病苦 久已不见的笑容 再度展露 怀着更加感恩的心 迎接世界 感恩张医师 感恩志工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